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最定赞十架的日子 走向各个他的日子 所以这个主日被称为棕楼节的主日 为什么被称为棕楼节呢 是因为耶稣就在今天进入到耶路撒冷 荣进圣城 我们管耶路撒冷成为圣城 是因为耶稣基督在那里定赞十架上 我们把耶路撒冷成为圣城 是因为圣殿就在耶路撒冷 那么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脚步 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们圣经看到 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 记载了进圣城的事情 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 但我们还有两段没有读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进入圣城的时候 发生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他牵了个小驴居 那么骑着驴居进圣城 那么第二件事情 我们看到他进入到圣城的时候 他为耶路撒冷哭泣 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进圣城以后 他进入到圣殿 他开始清理圣殿 洁净圣殿 那么当耶路撒冷 耶稣基督进去的时候 我们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整个的路上 合成的人都惊动了 因为耶稣来了 当合成的人惊动的时候 他们喊了一句话说 合撒那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参颂的 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 合撒那 合撒那 合撒那归于之高深 合撒那什么意思啊 合撒那就是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参颂的 应当参颂的 我很喜欢这首诗歌 因为这首诗歌 表示耶稣基督荣耀的君王 他要进入到圣城 关于这段经文 在四福音都有清楚的记载 在马特福音 第21章 马可福音11章 在路加福音 我们现在读的19章 还有在约翰福音的12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 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往前面走 那么上耶路撒冷去 将近伯法吉和伯大尼 有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那里 就打发两个门徒说 打发两个门徒说 说你们 往对面的村子里去 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驴鞠 酸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来 解开千来 如果有人问你 为什么要解他呢 你们就说主要用他 打发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解驴居的时候 主人问他们说 解驴居做什么呢 他们说主要用他 他们牵着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 挂在上边 扶着耶稣骑上 走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 正下橄榄山 众门徒因听见的一切的义能 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神说 奉主明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至处 有荣光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父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那些石头都必要欢呼起来 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 看见了城 就为他哀哭 说巴不得 你在这日子知道 关乎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筑其土垒 周围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 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 眷顾你的时候 耶稣进了殿 赶出里边做买卫的人 对他们说 经常说 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他成为了贼窝了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祭司长和文士 与百姓的尊长都要杀他 但那 但寻出不出法子来 因为百姓都 彻尔听他 我们感谢主 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比较长 比较长 这段经文讲了三段的故事 三段的故事 讲到耶路撒冷 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耶稣基督 要进入到耶路撒冷 我们今天感谢主 我们来到主的殿中 来敬拜他 我们也有很多 寻求真理的朋友 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的主耶稣 在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前 他跟他的门徒有一段的谈话 他三次的告诉门徒 他要到耶路撒冷去 是不是 他说了 我要到耶路撒冷去 然后呢 我要被祭司长文士陷害 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讲了三个我要 那么后边还有一个我要 他说我要三年后 也要怎么样 从死里复活 可是门徒们多数都听到 三个他的要 就很高兴 因为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了 耶路撒冷 耶稣一直在 在这个乡下传福音 那个时候 在这个提比里亚海的周围 在加利利 在拿撒勒 在这些地方来传扬福音 可是耶稣没有进到耶路撒冷 所以因为 众人都知道 耶稣是那一位要来的 很多人都因着 耶稣疾病得一致 软弱成刚强 那么 那么他们都希望有一天 耶稣基督要做王 对不对 好了 耶稣三年半的时间 终于熬过了 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进入到耶路撒冷 当耶稣做王的时候 会发生一件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这个 在整个的以色列 会发生天翻覆地的改变 你知道 当一个新的王出现 会有多少的位置会让出来 你们知道吗 据说阿扁呢 阿扁第一次被选成总统的时候 进入到总统府 哇 突然发现说 哇 这位置太多了 给谁呢 都不知道给谁好 知道吗 先想起自己 跟自己受苦的这些朋友 首先是门徒嘛 门徒 跟他一起受苦的朋友 美丽岛事件的人 坐过牢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老婆就开始算 收多少钱 知道吗 所以很多的伟大的人物 都倒在夫人的手下 所以姐妹们 千万不要让老公贪财 你老公一贪财 你一定要规劝他 规劝他 你知道 今天中国的领导人 不也都是如此吗 你看哪一个死了 后边不就一个 一个倒了 后边有个贪污的老婆 对不对 你不管是周永康啊 还是 博西来啊 你想呀 周永康的老婆 对不对 中央电视台的美女主播 第一个老婆是被他杀了 娶了个美女主播 博西来的老婆叫什么 古开来 都知道 都历史留名了 当然留的不是美名了 对不对 你看到 所以呀 很多人为那个位子而来 当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有两个人为此就开始争论起来了 你知道吗 有一个叫做雅各 还有一个叫约翰 这两人找耶稣 你看这个背景很有意思 他们找耶稣做什么呢 找耶稣 说主啊 当你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 进入总统府的时候 让我们哥俩 一个左边一个 一个右边一个 他们哥俩 耶稣的大门徒是谁啊 彼得嘛 对不对 那耶稣有三个最爱的门徒 一个是彼得 第二个叫雅各 第三个叫约翰 雅各跟约翰是亲哥俩 是亲哥俩 这哥俩一点都不客气 意思是彼得 你往后靠一靠 我们哥俩一左一右 一个左丞相 一个右丞相 对不对 那彼得想 那还有我什么事 那肯定不喜欢他俩 肯定不高兴他俩 对不对 门徒们因为权位 开始发生争论 因为直到当做王子到的时候 人们都要荣耀 可是耶稣基督 他进入耶路撒冷 他选择一个 完全跟他们不同的 一个 他们的想法不同的一个行动 耶稣是骑着旅居 进入到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 那个耶路撒冷 那是有多少人呢 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的人 因为在犹太人有三个最主要的节期 第一个叫做育月节 比如准备说育月节 记住啊 我们中国有几个最主要的节期啊 春节 新年当然全世界都要过了元旦 然后春节 然后呢中秋节 还有端午节 这中国比较重要的节期 人家以色列人有四个节期 其实还有一个圣变节 他总共当我们今天讲三个主要的节 一个叫做育月节 育月节 育月节的时候 是人满为患的时候 人满为患的时候 据说育月节的时候 以色列在整个的这个 耶路撒冷的人数 会比平时的人数多十倍 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育月节开始的时候 男人 所有的男子 必须到育月节到耶路撒冷去过育月节 那甚至旅行到外国的那些 以色列人也要回来朝圣 进入到育月节 那育月节后边的过七个礼拜 就是五旬节 五旬节 那么我们知道 在五旬节的时候 是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 五旬节是一个著名的节日 著名的节日 那么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 他的统计 他说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那一次 大概有一百万人集中在耶路撒冷 所以耶稣走到耶路撒冷门前的时候 路过一个城 一个农村 叫什么 伯大尼 耶稣在那里 住在了这个玛利亚的家里边 接受了玛利亚的香膏的膏模 第二天 他在伯法旗 找到一个小驴居 让他的门徒去 你看圣经刚才记载了 他告诉门徒说 你要去 建立一个驴居 没有人骑过的 从来没人骑过的小驴居 你说没人骑过的驴居会怎么样 你们知道 没经过训练的驴居 是不让骑的 是不让骑的 驴是最倔的 驴是最倔的 我小时候就骑过驴 但是我们骑的驴 都是生产队里边 比较乖的驴 那有的驴 对于农民就告诉你 不要碰 这个驴你千万不要碰 它会撂驴子 东北话叫撂驴子 就这样 这意思 就会踹你 如果训练好的驴 就特别乖 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 他是赶驴车的 他经常爱睡觉 他赶驴车 他就会睡觉 他只要把位置调整好 奔向自己的家以后 他就开始睡着了 这个驴一定把它 带到家里边去 我们那时候 我们这些年轻人 就比较爱恶作剧 当他睡着 我们就把驴 转了一圈回来 然后他就不奔家去 他又奔县城去了 当他醒了的时候 已经又回到县城了 知道吗 所以这个老驴 就是石途的老驴 跟老马一样 可是新驴 是不让骑的 耶稣今天骑这个驴 是从来没有骑过的 圣经告诉我们 从来没有人骑过 从来没有骑过 那么耶稣 让他的门徒 去找这驴来 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事实上 告诉我们说 他们这个门徒们就去了 那耶稣告诉他们说 如果人问你说 你为什么把我的驴去走 你就告诉他说 主要用它 主要用它 这个主是指亚维 耶和华 是指那位至高者要用它 因为耶稣当时的名气 已经相当大 很多人相信 他是弥赛亚 很多人相信 他是大卫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耶稣的名气 在当时的老百姓中 可能无人不知 无人不孝 当说主要用它的时候 人家就把这个驴 一分钱不要 耶稣要用它 立刻就给了他的门徒 给了他的门徒 我们在这看到 耶稣为什么要骑驴呢 他为什么不骑个高头大马 进入到耶路撒冷呢 因为那时候将军 都是用高头大马 进入到耶路撒冷 荣耀的时候 一个军队占领一个城市 他首先要进入城市的时候 都是用他最好的军力 来展示他的能力 对不对 你看到日军 进入到北京的时候 会怎么样 日军进入北京的时候 队伍整齐地进入到北京 让中国老百姓 看就害怕 军队非常的有力量 那解放军进北京的时候 毛主席坐着北京 坐着美式技朴 进入北京 前面是坦克部队 进入到北京 看到没有 能够表扬自己的军事能力 和自己的力量 那耶稣没有骑高头大马 耶稣骑的是一个驴鞠 首先我们看到驴鞠 是一个谦卑的象征 是一个和平的象征 耶稣骑驴鞠进入到 耶路撒冷 是表示他来了 是和平之君 他也给人民 给世界带来和平 那么驴鞠也是一个 背负重担的 服侍的象征 耶稣提着驴鞠 进入到耶路撒冷 表示他来 是为了服侍人 他表示说 我们做君王的是仆人 所以他要他的实情 告诉他的门徒 你们谁要胃高 就要卑贱 就要谦卑 要谦卑 那么第三点 这个驴鞠是神圣的象征 因为他从来没有人用过 表示说神所用的 按照旧约圣经所说 从牛群中取一只 未曾耕地 未曾富恶的母牛来 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他 把最好的献给他 所以我们看到 那么齐驴鞠也象征着 这个旧约圣经的一个预言 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 看哪 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君王 并且私行拯救 千千何何的 骑着驴来 骑着驴鞠而来 我们看到这应验了 旧约圣经的一个启示 我们感谢主 我们今天可以 能够有服侍主的一个福分 也服侍耶稣基督的一个机会 在我们很多服侍的时候 我们人都不太一样 我们都有个性 用普通话说 我们都有驴脾气 但是在我们服侍主 我们来跟随主的道路上 我们看到主 就愿用我们这些有脾气的人 主就愿用我们这些 没有经过训练的人 主愿用我们的是因为 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 单纯的摆下 每个人都有个性 每个人都有个性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 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边 有台湾人 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 有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 从大陆来我们中国有 29个省市自治区 天南 台北 有从南方来的 有从北方来的 而我们的生活习惯 个性都不一样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 所以在基督里边 我们开始学习彼此相爱 你们 这在彼此相爱的时候 不太容易的 弟兄姊妹 我们爱神很容易 可是我们爱人就不容易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没有错的 因为神 爱我们 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不爱他 我们就可受可阻了 我们为什么不爱他呢 因为他的爱我们 爱到舍命 没有时间 没有任何爱 可以为你舍命 为你舍命 你看 这个男女谈恋爱的时候 你问他 你爱我吗 他说我爱你 爱到什么程度 海枯石烂 对不对 这说都很容易 那做就不容易了 海枯石烂的意思 那就永永远远 可是我们结婚没多久 我们发现我们的爱 就打折扣了 一进入到实际的婚姻中 就采米油盐 对不对 我们很多看法就不一样了 他吃饭 他要吃咸的 他吃饭 他要吃甜的 对不对 那个做饭 希望多点油 那个做饭 希望少一点油 我们开始就开始有争论了 不要说这个 可能刷牙都不一样 他用牙膏 从后面挤 他用牙膏前面挤 然后就争论 他挤过来 他挤过去 你挤过去 他就不高兴 你挤过来 他也不高兴 所以我们看到说 爱因着环境会改变 可是主的爱 不改变 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 在一个教会里的服饰 像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是一样的 弟兄姊妹应该学习彼此的欣赏 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讲话都按照你的意思说的 我们有的弟兄姊妹 有时一句话就受伤了 伤得很重 人家可能讲的不见得有意义 就叫什么 听者无益 就受伤了 不是 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就受伤了 我跟你讲 你们要是因着受伤 我讲话常常容易让你受伤 但是如果你提醒我 说你讲话讲错了 我会悔改的 有时候我不了解 因为东北人说话比较直 然后又有东北的方法说话 东北有时候他喜欢你 他就会说一种话 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我爸爸就喜欢哪个小孩抱 这小王八糕子 这是他最夸奖人家的意思 他把人家小孩抱着 这小王八糕子长得这么好看 人家爸爸那就成王八了 这不就骂人吗 这就是他的习惯 我是知道的 那有一天我到北加州 遇到一个老朋友 这个老朋友在南加州 来过我们教会 我看到他以后 我就很高兴 我说你怎么要跑到北加州来了 完了 我这句话说就把人得罪了 我当然没感觉到 我说从南加州跑到北加州 他说跑是什么意思 跑就是逃的意思嘛 你瞧不起我 我就写了一篇很长文章来骂我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人的语言 不小心就把人得罪了 其实我心里一点 我是一种熟悉人 我才这么说 如果你进来 我不认你 我会很客气 你知道吗 但是有时候 我们的眼光有限 我教会有一天 来了一个姐妹 带了一个弟兄 这个姐妹显得很成熟 那个弟兄显得就非常的小 然后吃饭的时候 坐在我对面 我都给新朋友吃饭 我问你们俩什么关系呢 那姐妹也比较干什么 她就没有说 她说你猜呢 有时候别乱猜 这都是试探 我说他是你儿子吗 咋了 麻烦了 哇这个姐妹这脸立刻就变了 可是我老公 老公还像儿子似的 也不吱声 她也没有任何的表情 她就这样 后来这结束了 我就说 对不起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快了 打响的差那么多 不是差那么多 感觉那么多 然后我就打电话关心她 因为新来的朋友 我都会打个电话 欢迎来到我们教会 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的 我就打电话说 姐妹欢迎来我们教会 有什么需要祷告 我给你祷告 她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 我说你哪一位呢 她说就是你说 那个男的是我儿子那位 以后我不会去你们教会 我说你看这 我又不是故意的嘛 这个你这个 这个就不好了嘛 对不对 我向你道歉 这个我又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真的是 她说牧师啊 你不是第一个说的人 经常会有人这么说 她说我也习惯了 所以你不要太难过 我不去你教会 原因是我离你教会 两个小时 开车太远 我们就是偶尔去看一看你 是这个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你看这个书画 你看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 是弟兄怎么有一句话 可能问的时候 你问者无心 听者有意 所以我们弟兄怎么 不要那么敏感 我就不要那么敏感 有的时候你可以问她 你说你是什么意思 就好了嘛 因为她不是那个意思 她就表达了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很敏感 一句话我们就受伤 我们就不再来教会了 那这个不合适 我觉得这个不合适 所以我们要 你看这个谦卑 这个驴 虽然没有被用过 但是主一用它 完全就不一样 完全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里边 谦卑的彼此相爱 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 更不要在意别人传什么 有的人传到你的耳朵中 已经完全不一样 都变样 那个时候你该如何对待呢 你该用爱心来对待 像驴一样的 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 像主耶稣一样 谦卑的骑上驴 所以你看那个驴 主耶稣骑它 它什么都不说 对不对 从来没有被训练过 但主一骑上 乖乖的跟着就走 主让它走到哪里 就走到哪里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驴的一生中 可能就是一件事情 它什么都没干过 它没有离过地 它没有驮过祸 它什么都没干 就被主耶稣骑过那一次 它的一生就够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当耶稣骑上的时候 进入耶稣撒冷 发生什么事情 周围的人把棕榈树枝 都砍下来 铺在地上 把自己的衣服 都铺在地上 那驴在那上面 走着多神气 你看 对不对 上面骑着谁呀 万王之王 万主主 我能够跟他一起行走 当人们把对耶稣的荣耀 欢呼的时候 你要记住 不是欢呼你这个驴 你要记住 但是你感谢主 你服侍这样一个 万王之王 你感觉这种荣耀 Amen Hallelujah 那天我看一个电影 挺没有意思 很老的一个电影 我突然看到它最后结束 我上网 一个电影 一个小熊 很小的小熊 被一个狮子在追 知道吗 狮子在追着 吞掉那个熊 那熊就跑 一个小熊 像小狗仔很小嘛 它都没有防御的能力 它跑到一棵圆圆的树上 底下就是 那个踹急的河流 非常的急 它就在那走走走 啪噔 就掉到这树 然后它就拔住 拔住 对不对 很快要掉到那个河流里 就淹死了 所以就把它冲走了 它也紧紧地抱住 然后它飞进九年二虎之力 当时发生一抬头 那个狮子 人家狮子走 那个独木 走得非常清醒 啪啪啪就走到个鸟这儿 要吃它了 突然吃它 它吓得就 哇 拼拼好 狮子吓得就往后退 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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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就来劲了 这吼声太厉害了 狮子发这种 就拼拼好 那狮子后来 杀碎就跑了 哇 它很高兴 说你看我给它吓跑了 它回头一看 原来一个大熊在在后边 威武地看着那狮子 所以狮子吓跑了 你知道吗 告诉我什么一个道理呢 弟兄姊妹 我们是神的儿女 撒旦魔鬼 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Amen 所以圣经说 撒旦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 遍地的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当你生命一软弱 当你生命有破口 你跟丢子的关系发生了问题 跟主的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被撒旦利用 很容易被撒旦吞吃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成为撒旦的工具了 我们都不晓得 所以我们开始对弟兄姊妹 心存怨恨了 弟兄姊妹 神的儿女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人 我们要学习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相爱 耶稣被欢呼 那些法利赛人不高兴 说你告诉你门徒 不要乱喊了 和撒纳 这个奉主名来称颂的 不要乱喊了 但耶稣说 如果他们不欢呼 石头都要欢呼 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 耶稣到耶路撒冷 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耶路撒冷告诉我们说 耶稣在那个城 要完成一件 上帝让他完成的事情 就是定塞士的架势 他来的目的就是那一天 就是那一天 是不是应当欢呼呢 当然应当欢呼 应当欢呼 你看那些人砍下了 棕榈树树放在地上 把自己的衣服铺上去 方圆几里地 全人来欢呼 耶稣进城 可是耶稣进城的时候 所有欢呼的人 可能都是两个想法 大多数都是觉得 耶稣要做王 没有几个了解 耶稣要定在十字架上 因为耶稣说了三遍 我要定在十字架上 我要被祭祀长文士来陷害 所以我要定神 所以大家都不觉得 大家都希望 你要进耶路撒冷就可以了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 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 我们看到说 当耶稣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城的时候 就为他哀哭 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 还没有完全地看见 因为日子还没有到 你的仇敌必筑其土垒 周围环绕你 你的仇敌要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会在另外的一块石头上边 当我们读了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说耶稣基督好像 一生中有三次的哭泣 你们记得吗 一字哭泣是为谁啊 上个礼拜我讲了吗 对 为拉撒路 当拉撒路死了的时候 耶稣为他哀哭 耶稣为他哀哭 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 三十五节记载着 耶稣为拉撒路哭泣 那就是表示耶稣对爱 他对拉撒路的爱和怜悯 那么第二次的哭泣呢 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节 刚才我们读的为耶路撒冷哭泣 这是表示耶路撒冷 未来的苦难要来临 主后七十年 当耶稣基督诞生以后的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毁灭了 城墙全部被拆了 一个石头都不在另外一个石头上 耶路撒冷很多人被屠杀了 被罗马的军队屠杀了 庞辈将军率领着他们攻下了耶路撒冷 把耶路撒冷一把火全部烧光 全部烧光 那么第三个耶稣的哭泣 是在西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 记载着耶稣在哪里哭泣呢 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 他的泪像血一样的滴下来 滴下来 门徒们就在那里睡觉 耶稣说你们难道不能够跟我一起祷告吗 难道你们不能够警醒片刻吗 告诉他的门徒们 三次的哭泣 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预言着 耶路撒冷要遭受苦难 罗马的军队要将城团团的围住 那么城被彻底的拆毁 一味平利 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 那么这个意思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也要面对最终的审判 最终的审判 一个人 不管他自己的一生怎么走过去 当他有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是审判 所以罗马书说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无神论告诉你说 你就是物质的 你死了就死了 你死了就变成一碎有机质 把你堆到玉米地 玉米长得特别好 你就没了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人 神创造了人 他用物质创造了人 用什么 用土 土里面有什么样的元素 铁呀 什么铅呀 什么磷呀 什么元素都有 所以人的身体据说 你的元素跟土的元素是很像的 可是人 神用物质造了人以外 神给人一口气 人成了有灵的活人 Amen 你有没有灵啊 你有没有灵魂 你如果没有灵魂 你就是行尸走肉嘛 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 你是有灵的活人 Amen 我是有灵的活人 那我们的生命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这个 我们多重 我们这个物质的东西值多少钱 那如果说你物质的东西如果按钱卖的话 那我们教会大雄是最值钱的 对不对 叶子也值钱 他俩块大 个高 肉多 按金卖 绝对卖的比咱们重 可是呢 在上帝的眼中 你之前的目的是你的灵魂 你们 一个小孩你为什么不能按金卖给他 谁要买你孩子你打死都不卖 为什么 这是我的儿子 他与我灵是相通的 他首先是那口气 是有灵的活人 这个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那听说明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 我们是不了解我们信仰的含义的 人人都有罪 人人都要面对死亡 死后且有审判 可是这些归向耶稣基督人 他死后就不是审判的问题了 没有审判了 我们死后是奖赏 因为因着耶稣的宝血 他在实价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我们已经在父神的面前蒙了几月 我们这个鸿沟已经被实价填满 我们可以走过去 坦然的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上个礼拜查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也查到了这个 我告诉弟兄准备说 当耶稣定在实价上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圣殿的漫子裂开了 对不对 我告诉了那个我们 我昨天训练祷告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这种叫做会幕式的祷告 圣殿式的祷告 从外院到礼院到圣所到至圣所 至圣所和外边的圣所 中间隔着一条漫子 这个漫子永远不能拉开的 只有一年一度大祭司可以进入到里面去 人是不能进去的 因为人进去就死掉了 就被击杀了 因为神是光 人罪是黑暗 光一打开 光黑暗就没有了 你不可能说你 你这个罪人能见到上帝的荣光 见不到的 可是当耶稣定了实价上 圣殿的漫子裂开了 至圣所的门打开了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因着耶稣的宝血 我们进入到至圣所 我们与父神和好 所以我们就面对的是奖赏 不是审判 那基督徒你奖赏多少呢 今天有一天 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 你不会死了 就比较麻烦 会死还好 像吴臣如说 死就拉倒了 那就比较好 可是你死不拉倒 就比较麻烦 对不对 死了你要说 没有说一死 什么白了 什么都了了 没了 那你就麻烦了 那你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与主同在 一个是与神隔绝 就像我们翻译成中文 我们管的叫天堂和地狱一样 什么是天堂 就是神掌权的地方 与神同在的地方 Kindom of God 神掌权的国度 就是天堂 地狱什么是地狱 就是于神隔绝 没有神的地方 就是地狱 那我们今天 我们活在天堂 还是活在地狱 我们当时活在天堂 Amen 你想呀 那你的家是不是天堂啊 如果你家都是骑驴的 就是天堂 你们家都是骑马的 就是地狱 因为骑马就是战争嘛 你们家有发生战争 天天在战争 男女之间这种战争 天天打 那就不就地狱一样吗 但如果你家都谦卑的 来服侍主 谦卑的来跟随主 那不就天堂一样吗 那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 我们所面对的是奖赏 还是审判的问题 当然审判的 就在天堂门口就拉倒了 你就进不来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 哎呀没有关系 我们信了主了 也不需要怎么服侍 到天堂了 你们敬拜赞美 我就扫地就行了 天堂没有灰尘 不需要扫地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主 好好的寻求他 好好的寻求他 所以不管这个世界发生变化 但在主的里边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相信 主会给我们奖赏 所以主耶稣蛮有慈爱 他呼唤耶路撒冷的人民 他们要认识真理 他愿万人得救 不让一人沉沦 他告诉了你们前面 要会面对的灾难 这个灾难就是 耶路撒冷城前要被拆 耶路撒冷的人要被屠杀 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上帝的儿子 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 以色列人同时要拒绝耶和华 他们开始拜偶像 他们开始拜巴黎 他们把世界很多的罪恶 带到上帝的城市里面去 所以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 所以加利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说 人种的是什么 人收的就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割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割永生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们看到说 耶利米先知也曾经吩咐以色列人 要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来求平安 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来祷告 那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也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祷告 那个时候如果耶稣今天来到洛杉矶 会不会洛杉矶哭泣呢 会的 洛杉矶多少的罪恶 如果洛杉矶有一天大地震 全部毁了 那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所以我搬到洛杉矶的时候 很多东部的弟兄姊妹说 哎呀你怎么去洛杉矶了呢 那个地方是个地震的地方嘛 那会地震怕什么呢 地震就说明审判要来临了 我们已经不怕审判了 我们在主的那边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不惧怕 你们 而且当审判来临之前 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人 主耶稣提我们 把我们先提了 教会整体被提在末世的时候 所以地震没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我来到洛杉矶 我发现洛杉矶人根本就不怕地震 我记得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把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住戴门坝 有一天地震了 好像是五级 我们家里晃得很厉害 我们从床上起来就跑出去了 回去发现院里一个人都没有 就我们站在那 那个邻居的人扫院的时候 你们新班来的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就是新班人往外跑 我们这房子房 八地地震没事 结果到了华盛顿 我在华盛顿幕会 有些华盛顿地震 从来没地过震 华盛顿就那一次地震 无机的 历史上都没有过 你知道吗 就那一次地震 无机 把那个华盛顿纪念碑都给震裂了 后来都不能参观了 那我在办公室里正在办公的 哇 地震了 晃 一晃 我一看觉得 我就开始慢慢手术我的东西 然后等我走出去 院子里全是人 我们的教会院子里边 全人都站满了 我一出来 人看我最后一出来 说你是乱级班来的吧 你看 那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 我们对这些事情 我们都不用太担心 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在永恒里有生命 你们 不管环境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有爱我们的主 我们都不惧怕 我们都不惧怕 但是我们要为这城市祷告 我们要为洛杉矶祷告 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我们要为洛杉矶求平安 我们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求平安 我们要为我们儿女所居住的城市求平安 那我最近不仅是为洛杉矶祷告 我们为中国祷告 我最近祷告我加了个内容 我开始为巴尔蒂摩祷告 我儿子在那里生活 我开始为这个城市祷告 我求神来祝福这个城市 保守这个城市 Amen Hallelujah 那如果我们的祷告 我们都是这样的祷告 我们知道神是垂听祷告的主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住在哪里 我们就应该成为哪里的祝福 Hallelujah 所以我们来到一个城市 我们首先学习爱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是不完美 洛杉矶祷有很多的罪恶 好莱坞 很多的罪恶的电影都从好莱坞出来的 当然好莱坞也出好的电影 艺术很高的 艺术价值很高的电影 最近排了很多很多非常好的电影 我去年在香港的时候去看了一部 洛杉矶拍的好莱坞拍的电影 要真的有天堂 你们看过吗 哇 这个我看了 我发现好莱坞能拍出这样的电影 能赔钱吗 谁看呢 结果发现上载率相当高 赚钱的电影 洛杉矶也拍过 好莱坞也拍过耶稣受难记 对不对 排的时候别人都以为 连那个导演都觉得 这个钱就是要出去筹 找来了 就是放到这个市场上 不会赚什么钱的 因为耶稣受难谁在看 没有想到票房记录超过三个亿 超过他成本的三倍还要多 看来渴慕真理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因为人们通过这种败坏的世界 他们寻求真理的时候 他们会发现 他们可以在这败坏的世界找到真理 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为洛杉矶祷告 尤其我们洛杉矶教会 有为洛杉矶东区的这十几个城市祷告 我们点名为他们祷告 Damanba Wonata 还有你们的叫什么了 Clemon Pomona Ontario Eastville 还有什么Fontana 然后这Cucumanga 过去都说不出来 这么长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Lake Icino Tomical Rivarside 都给他们祷告 我们祷告的目的是神要在城市里掌权 Amen 让圣灵在这个城市里运行 对不对 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让神来使用我们的弟兄姊妹来传扬福音 给这些城市的每一个灵魂 尤其那些从中国来的新移民 神让我们来向他们传扬福音 感谢主 所以圣经说 看那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所以我们要为这城市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求神来使用我们美味 让我们在其中 让我们在其中 所以当我们看到耶路三冷被毁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难过 耶路三冷今天跟过去已经完全的不一样 现在圣殿的那个遗址 现在是什么呢 是一个希莱寺 不是 是一个那个 布斯林的叫什么 清真寺 不是希莱寺 我们这旁边有个希莱寺 建在我们的旁边 是清真寺 是一个金顶的清真寺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个清真寺建在圣殿的上面 当回教徒打住耶路三冷的时候 那时候耶路三冷的圣殿已经被毁了 而没有重新被建造 他们就在那个根基上建立了清真寺 是个金顶的清真寺 那现在虽然以色列人开始统治了耶路三冷 他们还不敢把这清真寺给拿掉 拿掉以后一定会发生大战 一定会发生大战 所以我们要为耶路三冷求平安 为耶路三冷祷告 Amen 第三点我们从第45节第46节 我们看到耶稣进入到圣城以后 发生一件事情 耶稣进了殿 耶稣进入圣城 他就进了殿 我们看第三 第三 进了殿 他耶稣进了殿 他在殿中呢 他看到了一些事情 他赶出了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竟然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 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 所以耶稣开始洁净圣殿 洁净圣殿 耶稣在他的三年的公开的服事中 他有两次来洁净圣殿的工作 这里边的蜀连的教训告诉我们说 第一个神的殿是祷告的地方 是祷告的地方 所以神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今年的神的殿就是教会 今天神的殿也是你和我 我们每个人都是每一块灵石 来建立灵宫 建立神的殿 建立神殿 所以神英雄说 谁要是毁了我的殿 我必毁了那个人 所以神的儿女 别人不应该逼迫神的儿女 当你逼迫神的儿女 你就是逼迫了上帝 就逼迫了上帝 你要逼迫上帝 有些不仅在永恒中没分 就在今天你也面对审判 所以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新的朋友 跟我谈到在浙江 这个教堂被拆 神的殿一个一个的被毁 从去年开始 2014年4月份开始 这个浙江省就开始拆教堂 拆了多少呢 现在已经拆了460多座 其中有一个最著名的教堂 三江教堂 其实就是温州的一个 一个能做3000人的教堂 相当大 相当大 花了3000多万不4000多万人民币建的 而且是温州的一个地标 就是叫做模范工程 样板工程 经过政府批准的 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个人叫夏宝龙 这个人讲来就跟比拉多一样 会被钉在历史的赤辱树上 你知道吗 这个叫夏宝龙的是浙江省委书记 他有一天晚上坐汽车来巡视他的领地 坐他的轿车 他发现政府机关的灯全关了 全是暗的 因为大家下班了 他说唯有教堂的灯光都是亮 而且十字架很亮 高高的树立在浙江的大地上 他就搞不清 这是共产党的国家 还是基督教的国家 他说这怎么搞的 怎么党旗都没有了 党章也没有了 这个都是什么 十字架就开始拆 然后他管这十字架呢 叫做伪张建筑 有一位学者说 我们这位书记挺有意思的 十字架怎么能算建筑呢 十字架真的是个标志 这不是建筑 它只是个标志 可是十字架你能拆得掉吗 你能从外边把十字架拆掉 不能从基督的人心里边把十字架拆掉 因为这是他们信仰的核心 信仰的核心 所以你看到医院有十字架 你为什么把医院的楼都一个一个都拆了 对不对 不可能吗 所以拆到现在 已经拆了四百多座教堂 每一个教堂都凝聚着 那些教会的弟兄随便的心血 我们现在为建筑 我们已经祷告半年了 我们也感谢主 我们已经差不多了 上帝会赏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堂 你想这个教堂 买一些一个教堂 弟兄随便的奉献 祷告 那种心意 全在那个教堂里边 全在教堂里边 四百多座全部拆掉 拆掉了做什么呢 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现在变成废墟 现在是废墟 我相信上帝允许这种发生 事情发生 也有他的旨意 我们可能我们太重视教堂了 我们把教堂加得很大 也表示我们很有能力 我们的教会 可是教堂 神所爱的是教堂里边的人 教会不是教堂 教会是那些信耶稣的 被神所招出来的人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 我们给给我们一个看见 说我们不在于外边 我们做得多么宏大 而在于我们弟兄弟的生命 被主建立得多么高 Amen 生命要被提升 一个一个的基督的生命 比较到起来 我们即使没有那个教堂 我们照样的爱主 我们照样的得救恩 得永生 Amen Hallelujah 但是拆教堂的人 有罪了 像当耶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 耶稣上十字架上 这是上帝所预定的 他所预定的事情 他所预定的时间 他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是在上帝的预定之中 那么那有人说 那犹大就没有错 如果犹大不出卖 那耶稣怎么能上十字架 对不对 耶稣怎么能被抓到呢 可是耶稣说了 这个出卖人子的人 有罪了 虽然你 你做了一件事情 是在永恒中做的 可是你出卖了耶稣基督 你有罪了 所以你要付代价 就像今天是在中国的官员 就是当你拆十字架的时候 可能神也是希望我们 不要在一个 在教堂上花那么多的时间 花那么多的金钱 而且我们要拯救灵魂 因此彼此相爱建立教会 但是拆教堂的人 有罪了 他们要面对审判 面对审判 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说 耶稣基督说 他要洁净这个圣殿 当他来到殿上 看到变质了 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 教会可能变质了 很多的教会以为 来不是新耶稣 来找人了 知道吗 今天找人哪里最能容易找 尤其在海外华人 华人找最多的是到教会里去找 到其他里能找到华人吗 或者超市 教会这两个地方 超市人来人往 没法建立关系 人就是走了 买了菜就走了 你要跟他打招呼 他还怀疑你干嘛的 你知道吗 来到教会 第一种准备 都是真诚的相爱 彼此的相爱 我们打开心 来向你告诉 告诉你 耶稣的爱 可是也有些人 就开始利用教会 比如推销的 到教会就有人买嘛 老鼠会 卖健康食品的 也来教会 卖药的 也来教会 卖保险的 也来教会 卖房子的 也来教会 我不说你这个错 但如果你来到教会 唯一的目的是卖房子 那就不对了 可是你在敬拜神的时候 你弟兄姊妹 需要有帮助买房子 当然这很好 教会的自己弟兄姊妹 可是这里边 不要随到任何的利益 个人的利益 所以神的殿 不是贼窝 神的殿 也不是我们牟利 当时牟利的一个环境 所以耶稣要洁净圣殿 我记得我们东部的 有一个教会 叫新希望教会 不是新希望 好像新生命教会 New Life 当时这个教会 已经增长到七八十人的时候 就有一群人就开始卖 这个 卖什么健康食品 这个老鼠会就来到了教会 那最后知识们都买 知识们都买 买完了以后 这个牧师就有一天 实在受不了 因为大家来了 就开始也不查经 就开始讨论你卖什么 他卖什么 教会就变成一个 这样一个贼窝一样 所以牧师就开始讲这篇道 耶稣洁净圣殿 我们要洁净圣殿 以后买老鼠会的 在这里不可以这样做 就在讲完道 第二天 教会走了三分之二的人 知道吗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很可怕 我记得我在东部 我们丰盛华教会 那个时候 刚成立第一年的时候 也有一个人来找我 有一个姐妹打电话 我说牧师啊 有一个人今天晚上去你家 他要奉献 我一听奉献 我就高兴 我就赶紧说 要进哪个神医院呢 因为奉献 我以为奉献 就要把自己奉献 给当作活计 进哪个神医院 我得想 然后师母还准备了水果 葡萄 茶水都洗好了 准备 这个人来了 一进到我都 听门 看这个人 大帅哥 挺帅的 小伙子 要奉献挺好 挺高兴 我想跟他介绍神医院 正说 他问我 牧师 你约挣多少钱 吓个笑 我那时候挣2000块钱 他问我 我说你问这个干嘛 教会大家都知道 挣多少钱 他说 那你值得美国总统 挣多少钱 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这是他的一个训练的模式 我说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当时就不太高兴了 他说 我可以让你挣得比美国总统 还要多 那我就说 你干嘛的了 我说行了 别谈 我说 你是不是想向我推销什么 对了 不是 我找对人了 他说他找对人了 我说 为什么那你找我呢 你有影响啊 你想全国 全中国 美国华人 多人听你讲到 只要你买了我这个 那你下线 你发展去吧 随便发展 你粉丝也多 没多久 我就让你比美国总统 挣得还多 有没有诱惑啊 不用你干什么 你不用干什么 你就交给我 只要你签个名 我就觉得 我那个名要签上去 有一天我到主那里 我就会被审判 知道吗 这个名怎么能随便签呢 我就把它赶出我们家 我从来没有赶过 人说你离开我家 不再给你谈话 从来没有过 这是我第一个 一生中都是一个 我说行了 我们谈话就到此为止 但是临走 我告诉他 我说如果 他后来他说属灵的 你不要建堂吗 你教会建堂 你要不要这些 你就给建堂吧 我说那你哪个教会的 他也是教会的 灵粮堂的 我说那你灵粮堂 你教堂的没有建上 那你赚那么钱 为什么不给你们教会 把堂建了呢 对不对 哇那天我让他走了 走了我就 我就特别的难过 我就怎么可以跑到我家里 给我搞这套东西 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姐妹 我就那天可能讲话严厉了一点 我说你知不知道 他人为什么目的来 他说我知道 我说那你买了没有 我买了 我说你买了就买了 但你不可以在教会 卖给任何其他人 因为教会我们来是来敬拜神的 我们在教会搞这些物质的东西 所以教会互相彼此借钱 互相做生意 都不合适 不合适 知道吗 来到教会就单纯地传耶稣的福音 保罗说你们传的跟我传的 不一样 可咒可阻 可咒可阻 所以那天当我这电话打回去 那个姐妹就不来了 再不来我们教会 离开我们教会 因为他知道 这个没人再买 所以耶稣来到店中 看到兑换银钱的 赶走了他们 还有卖鸽子的 你知道吗 鸽子哐啦哐啦哐啦 叫拉屎在圣殿里面 像什么样子 知道吗 兑换银钱的其实是合法 在圣殿的外院 有兑换银钱的 有外国人来 到这儿来奉献 他们带着一些的 一些货物 他们可以换些钱 扔到奉献箱里 你不能把一个大牛 一下扔到奉献箱 扔进去 所以他们会 兑换银钱 可是这兑换银钱 慢慢就演变成 大家在这儿换钱了 换钱了 这里边就变成生意了 所以主耶稣 洁净了这个地方 像圣经所说的 要用水 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成为没有瑕疵的器皿 以赴所述告诉我们 所以教会 我们在这里边 得到一些教训 首先我们看到 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 教会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那么教会 是关心人灵魂的地方 教会是圣洁的 来敬拜神的地方 所以任何人 利用教会 来谋取私利 寻求个人的发展 将来都会被审判 被定罪 而那些真心爱主 敬拜神的人 会成为神家里的人 并为此大发热心 所以弟兄随便 当我们看到这些 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应该劝阻的 但是劝阻我们带爱心了 我们不要说 你是撒旦 我们也不能这样说 我们说不合适 这个场合不合适 所以我们欢迎 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 要找工作的 我为你祷告 我们相信能找到工作 而且我们弟兄姊妹 有很好的 环境的工作机会 介绍给你 这非常正常 非常好 我觉得这没有关系 那要找对象呢 教会来得太好了 来到教会找对象 绝对比叶总会 找对象找得准 谁愿到叶总会找对象 对不对 都愿到教会来找对象 好 感谢主 但是找对象的过程中 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带领 弟兄姊妹有爱心 把属灵的 爱主的弟兄姊妹 介绍给你 那不是找完就没了 你知道很多人 来到教会找对象 找完就把他带走教会 不再来教会了 有些弟兄来到教会了 找了一个对象 找好了 回去不来教会了 也不让太太来了 比较麻烦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那个不信主的找我 会怎么样 我说那你好好 谨慎祷告了 信于不信的 不能够同乎一个 你真的是比较难的 真的是比较难的 所以你最好找一个 爱主的弟兄 爱主的弟兄 他说爱主的弟兄是挺好 可是长得不好看 那爱主的弟兄 怎么就长得不好看呢 爱主的里边美 内在美 你知道吗 而且越长越好看 越长越有荣光 你知道我现在跟20岁比 好像我比20岁的时候好看 你们觉得呢 也没看过20岁一样 两天我给你们赛几张照片 谢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里边 神的荣光会越来越多 神的荣光会越多 你看现在50多岁了 我一比20岁 人说你20岁不好看 现在师母都说 我跟你结婚前 就没现在好看 现在虽然头白了 但是我们感谢主 我们里边的荣光会越来越多 因为神在我们里边 你们 所以找的人尤其姐妹 千万别看弟兄的外貌 你要看弟兄爱不爱主 外貌是没有用的 薄熙来长得帅 有什么用 对不对 没用的 对不对 长得帅的 他就不爱你一个姐妹 他爱一大堆女人 薄熙来一百多个女人 当然也不见得都是爱 你知道吗 所以找一个 像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 但又很爱主的 过一辈子多好 因为你想找别人 别人也不要 太难看了 外表不要 因为一华看人看内心 人看人看外表 那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看人 看人看什么 我们当然看内心了 我们学习主 用主的眼光来看人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当耶稣捷径圣殿时 给我们一个教训 就今天我们的教会 要变成一个圣洁的地方 Amen Hallelujah 我们要自己首先 我们要要求自己成为圣洁 成为毫无瑕疵 用水和道 把教会洗净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给我们看到三个教训 第一个 他使用那个驴鞠 他不拘一格的来选人才 所以当我们被神所呼召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恩赐 恩赐大小 神都会用你 有的时候你觉得 你很有恩赐 神也不见得用你 因为你那会骄傲 你会把你的恩赐 当作一种骄傲 神就不用了 因为神的道路 高过你的道路 神的一年高过你的一年 我被神所拣选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觉得我会讲道呢 我从来不会讲道 我在神院的第一年 讲道学一 我只拿了个C 知道吗 对呀 我没你高啊 拿C啊 40分钟 我讲20分钟 我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然后我就跟大家唱歌 把时间唱完拉倒 你的评委一看 C就不错了 是看着我的面子 给我个C 因为给你D 你就得重修 对不对 那我就说我不能讲道 我的恩赐是写作 我过去是作家 我应该写作 我就跟院长说 院长说 你讲道 你要谦卑在主的面前 来祷告 来寻求 让主给你 讲道的恩赐 那我现在也讲了 20年到了 快18年了 所以感谢主 对不对 所以谁要用你 神就会给你能力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主 像个小驴鞠 为主所用 第二点 我看他说 我们要为我们的诚实祷告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为洛杉矶求平安 为中国来求平安 让神的爱 进入到这个城市 让神的爱 来掌管这个城市 Amen 第三点 我们要把教会 建造成一个 洁净的 讨神喜悦的教会 让神在教会里掌权 让弟兄姊妹 生命在教会里成长 哈利路亚 耶神祝福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这个受难周到来 我盼望这一周 弟兄姊妹好好地读圣经 读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读耶稣基督 进入到圣城 所经历的一切 那我们看到 明后天 我们会读到 河西马宁园 在那里的祷告 如果你读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你会到耶稣基督 那三个祷告 我们要好好读 这段时间 好好地读圣经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 是我们的布道会 礼拜五 礼拜六 我们在 阿卡蒂亚 新西方 礼拜天在我们这里 帮我弟兄姊妹 都找新朋好友 没有信主的人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来认识他 Amen 阿里路亚 请敬拜他 我们唱这首诗歌 深深爱你 我生命中最 可目的一件事 就是爱主耶稣 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 就是来敬拜主耶稣 因此当我们 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求主的爱 也临到我们每一 我们一起来起立 来唱深深的爱你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我生命中 阿里路亚 我生命中 最渴望的一件事 羡慕你 淡淡请求你 有我全心全意 有我全意爱你 敬拜日 愿意荣耀 充满全力 谁是爱你 谁是爱你 耶稣 谁是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我生命中 神全爱你 神全爱你 耶稣 神全爱你 耶稣 我爱你 我爱你 不管我们 不管我们 尽况如何 你都爱我 用你的生命 用你实价的宝血 来爱我 阿里路亚 哪位弟兄姊妹 你说主耶稣 我也愿意来爱你 让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你 也举手为你祷告 阿里路亚 赞美主耶稣 你说主我的爱不够 我常常的被一些环境 来影响 来爱你 今天我要 越过一切的环境 越过一切的人 单单的注目你 因为知道 你的爱是超过这一切的 也举手为你祷告 阿里路亚 赞美主耶稣 请放下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说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 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一生享受你的同在 也举手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阿里路亚 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助 那有一位姐妹 一位弟兄 一位姐妹 还有没有阿里路亚 赞美主 让我们举手那一颗圣灵就充满我们 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在 还有没有阿里路亚 赞美主 赞美耶稣 主耶稣求你的爱 今天就交管下来 充满我们的心 充满在我们家庭之中 充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爱是遮掩一切的罪 遮掩许多的罪 让我们在那爱里面 我们变得更完美 愿您得一切的荣耀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保贵的名 你们 好 订阅这边请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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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